这一次没有 那么沙巴的华人会特别有感觉吗 还是麻木了 我觉得是麻木了 因为已经怎么讲 就可能大家没有太多的期待了 包括这次青蛙事件 它可能会产生两极化的那种现象 第一个就是越来越有能感的 第二就是可能会更积极 更积极去参加这些监督政府 就是做提高公民意识 这也是好事 可是我觉得在沙巴 我看到的是有两个现象 一个就是越来越有能感 就觉得讲说 即使他是住在沙巴的 不是游子住在喜马 或者是沙劳业 或者是在新加坡的 他都有一种感觉讲说 我不想要回去轰套投票 因为他觉得 我们好像头来头去都一样 就那种感觉 又有一种能感 所以我觉得对于 有没有华裔副首长这件事情 觉得有是个很加分的东西 当然对哈基基整个形象 肯定是加分的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对 他的印象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如果不是他的支持者的话 对他印象不是那么好 如果是他支持者的话 如果有多一个华裔的话 就还更加分 然后另外一个加分 就是带于对于这些 不是他的支持者 已经冷感了的 然后他有一个这样的人选的话 肯定是加分的 就是看楚爵业讲说 他其实不需要做这一步 可是沙巴 你很难去用一个 像我之前讲的 用那个种族的身份去区分 因为沙巴的整个结构 就你混血儿啊 然后很多混血儿家庭啊 所以他们那个怎么讲 就是种族 不会是一个第一个选择 我会这样子认为 是那么族的 优秀房优独播剧场合作 是这样子存在 你为何复事做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合作